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又或者她已經在問我學校 關於學校的十個問題 今天跟我玩的時候 只是去形容我 或者我玩得很開心 我選擇不到很苦惱 媽媽你很奇怪 那怎麼辦 我記得上次有一個回應 你不舒服嗎 現在媽媽你不覺得很溫柔嗎 原來已經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講的親自遊戲治療 可能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特別遊戲時間 爸爸媽媽要用心去學習這些方法之餘 我們香港人很講的效益 其實效益在哪裡呢 爸爸媽媽這樣跟她做 她習慣了在那個當中 每天的三十分鐘 其實小朋友有什麼得著呢 那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這個部分 讓你的爸爸媽媽動力更加大 是的 其實那個特別遊戲時間 對於小朋友去整理自己的情緒 其實很重要 但你說怎樣去數他的成效呢 其實是難的 尤其是由家長打電話來中心 其實小朋友的情緒差 或者譬如我舉個例子 小朋友在學校打人 他忽然之間今年開了學打後 不斷在學校打人 追著別人來打 那家長就會問 我見你四次還是見你八次 他會不打人嗎 就是講成效 是的 講成效 因為我想家長都要知道 他們都要有個心裡有數 大約多久事情會怎樣發生呢 情緒不是我們可以這樣去數的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幫小朋友 用一個正確的方法去處理 一些情緒 這些行為問題就會失去 所以在親子的遊戲時間裏 這個更加是我們會看 一個家長和小朋友的關係上的投資 即不可以用 我和你玩兩個月你就不打人 和你玩多兩個月你就不發脾氣 令到舒緩了他們的情緒 令到情緒 這件事是對他們來說 一個很好的學習 和親子的關係會越來越好 我們不會說兩個月之後 我和媽媽的關係有十分 再兩個月之後有十二分 不可以這樣數 但是實在上一次我們說了 有些小朋友可能會 媽媽你很乖 你不要這樣說 其實都不多 反而反過來有九十幾%的生日者 是很想看 很想媽媽什麼時候有特別親子遊戲時間 媽媽不夠時間 所以搞到答應了她又沒有 或者明明由一個星期三次 變成一個星期只分兩次 只分一次就變成隨便 即是沒有了 小朋友其實是享受過程的 我想問問你 其實在過程裏 像你所說 除了我們在親子關係之間的投資之外 讓小朋友學會了什麼情緒 例如媽媽說得多 去形容得多 我原來這些叫開心 這些叫興奮 這些叫懵疹 知道了之後 對她來說又有什麼好處 她知道了就會令她情緒更好 還是怎樣 整個學情緒的過程 我們幫助小朋友 知道自己在不同時 有什麼不同的情緒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 如果她都不知道自己懵疹 她怎樣去控制 當我懵疹的時候 我怎樣控制自己 不去打人或者不去丟東西呢 對嗎 所以幫助自己知道 原來這個狀態就叫做懵疹 之後我們當然要教一下 如何控制自己 不打人 我們說了不打人可以做什麼 可能在學校可以找老師幫忙 或者跟那個小朋友怎樣說 讓她慢慢學習一些方法 所以這個aware 自己在不同時 有什麼不同的情緒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當小朋友懵疹 這都是我們經常處理 開心我們很少處理 但生氣 懵疹 這些我們經常都想 教小朋友怎樣處理 但當小朋友懵疹的時候 爸爸媽媽不是回應 我見到你很懵疹 我見到你很生氣 而是罵他 你又發脾氣 每次小朋友不遷就你 你就罵人了 你就發脾氣 你怎樣做姐姐 更生氣 是的 當他每次生氣的時候 他不是明白和聽到自己的情緒 而是聽到一些罵人的說話 這個新教教了小朋友 就是我生氣的時候就罵人 我生氣的時候 我生氣的時候 我聽到一些罵人的說話 我生氣的時候就罵人 媽媽生氣的時候罵人 我生氣的時候就罵人 我生氣的時候就罵人 我想問問你 在這個日常生活的片段裏 就是她生氣 很簡單 就是小朋友搶她的東西 然後她又生氣 我們不應該罵 因為知道罵是沒有好處 當然我們首先要控制自己 另一個題目 當我先控制到 但譬如我們這個反射性的形容 對她來說又有甚麼好處 或者接著下來又怎樣做呢 即是我們這個技巧 是否應用在日常生活裏面 譬如這個過程 這個個案 我們應該怎樣做 那個技巧 其實在日常生活裏面 很容易做 就當一個小朋友弄到姐姐的玩具 然後姐姐很生氣就打她們兩個 這樣算 第一 我們要明白和接受 姐姐生氣是正常的 不可以叫她不要生氣 因為是不會不生氣 但打人是不可以 即是一個行為 我們覺得不可以 但情緒是可以的 所以回應姐姐的情緒的時候 就是說 我知道小朋友弄了你的東西 在你玩 Lego 的時候 你砌了 她走過來一手推倒了你 你很猛狀媽媽知道 她們走過來推倒了你 你很努力砌 你很努力砌到這麼高的時候 她們走過來拌倒了你 你很生氣 很生氣媽媽知道 聽了 明白了情緒 某程度上 她覺得你明白我 和體諒我 她的火不會再上升 怎樣呢 不如她已經十度那麼生氣 不會變十二 怎樣也會下七和八 但不會變成零 因為事情真的 不好的事情真的發生了 變成七和八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教她怎樣做 或者怎樣的時候 她會聽你說 如果你還罵她 她就會跟你爭拗 你罵她的時候 每次都吵 玩生你就吵 你不要再玩 Lego 收起來吧 她就會跟你爭拗 是她們兩個不對 為何你來罵我 就會變成另一個吵架 所以當小朋友覺得 媽媽你都明白我 我很不開心 是弟妹妹 我沒有說誰對誰錯 我沒有說到 因為弟弟小 所以你不可以怪她 你便幫了弟弟那邊 但我沒有幫你那邊 我沒有幫小朋友那邊 我沒有說是她們不對 是她們不應該來做你的東西 所以是弟妹妹不對 因為這樣會令到小朋友越來越兇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很難分對錯 對 她又真的小時候 但你打她又是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沒有一個行為 即是說事情上 你在玩 Lego 弟妹妹弄你 你不開心媽媽知道 但不打小妹妹 不打她的頭 你看到那些 Lego 你不開心 你可以過來告訴媽媽媽 我們找辦法 或者休息一會再砌 我告訴她 有一個行為 就是不打小妹妹 但你可以選擇 找媽媽幫忙砌 或者自己一會再砌 這個B和C 其實選擇 是什麼呢 其實沒有對錯的 爸爸媽媽 這個都很難用 就是要馬上去想 究竟有什麼選擇 給那個小朋友 是 但有些姐姐控制不住 只要衝過去 扯著弟弟來 就打就打就打 跟上一次我們說過的一樣 是 用一個後果 去令到他自我控制 不是用道理 是因為沒有道理可以說 究竟道理應該是大樣小 還是道理是 弟弟是小時候 所以是他不對 是他搗亂 所以是他不對 究竟誰才是道理 不能說 姐姐的道理 和弟弟的道理 永遠都不一致 所以就是用一個行為 就是告訴他 不打人 如果你選擇打人 你選擇今天 不吃雪糕 或者如果你選擇打人 你要選擇今天 看小十五分鐘電視 用一個後果 去令到小朋友知道 這個行為真的不可以 不是只說的 這樣 其實如果他那一刻 情緒很激動 其實我作為媽媽 我的條件反射 我都會激動 你很激動 首先我按住自己的調時 我需不需要 不可以說是按住他 因為我越大聲 是按不到他的 我自己都知道的 在我這個冷靜的情況下 是的 但當刻 需要不需要 騷渡他的情緒 除了我用平和的語氣 告訴他 做了他的行為 去acknowledge 他的情緒 還是我acknowledge 他自己 都已經可以 靜下來 其實如果我們acknowledge 他們的情緒 他們的情緒 已經靜下來很多 不過我猜 剛才你說得很好 就是說 小朋友激動大喊 我們不大喊 有時他聽不到 我們大喊 我們大喊 他又很激動 其實聽不到內容 就是聽到大家大喊 這就是技巧 如何 calm down小朋友 攬拭他 攬拭他 通常他會想砰 這樣 通常我們小朋友大喊 不要說後面那些人 先讓他知道你在 通常如果小朋友矮 或是他蹲著 或是他坐著哭 我們用同一個高度 例如我跟他講 你先看著媽媽 例如你先看著文姑娘 你先看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又拍一下他 我知道 剛才你砌了這麼高的Leggo 被小朋友摁了 真的不開心 我知道 不只是我站著高高 然後有個小朋友很矮 這樣看下來 對著他說 因為他會不聽到我們說話 當他很激動的時候 亂了和真的聽不到 所以先拿著他的專心 大家正在溝通 我知道 甚至他追著小朋友大 一小小用力撥回 我知道 他這麼好 砌了一個Leggo 被小朋友摁了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你猛了 媽媽明白 我知道 至少他真的會降溫得快 否則我們站著 他蹲著的時候 你在上面跟他說 第一 他覺得你大人 又大聲 他覺得以為你罵他 他大聲 我們又大聲 很容易的聲音 或者語氣 一不好 小朋友會聽到 好像罵他 就會變成火上加油 明白 其實陳森妃自己覺得 我都很幸福 在這個世代裏 做爸爸媽媽 已經有很多渠道 可以學習得到 有很多分享 例如文姑娘一年幾集 告訴我們 親子有起工作坊 原來有這個方法 可以令我們 讓小朋友了解情緒 其實在當中的學習 我覺得除了怎樣 可以實現到 親子遊戲時間之外 我相信 作為父母 有很多提醒 一班的父母 這樣去聊天 我相信有更加多的提醒 所以我們共勉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可以 上去羅苗方的網子 網頁 去理解他們的工作坊 同時 再一次多謝文貝奇姑娘 有機會再和你聊天 多謝你